大家我是秋子 来芳姐家有一天多了 还没有过去看爷爷奶奶 他们在老房子那边住是吧 对 我们现在过去吧 我从家里面过来呢 也没有带什么 然后就到村里面的小卖部买了 一盒牛奶 谢谢丫头 你拿那个 我拿一个你拿一个 现在去奶奶家 从这边走过去应该不是很远吧 不远 好像我看视频也不是很远 但是到这里了 我就不知道这个路怎么走了 几步就到了 他们在家吧 在家 爸妈妈们都不出来 这就到了 很熟悉 前面那三轮车就是 很熟悉 狗狗 你们这边家家户户都有养狗吗 也不是有的养有的不养 他说进我们家来 好可爱啊 比赏 这就到了 奶奶奶 奶奶 奶奶 你买这牛奶 爷爷睡着了 吃饭了没 喂 你吃饭了吗 吃饭了吗 吃饭了 安排的 他睡着了 奶奶奶 他睡着了是吧 奶奶就不叫他了 来休息一下 你醒了 你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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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不认识 不认识 嗯 不认识 不是白血吧 你讲五秒吧 不是白血 啊 他知道不是白血 很熟悉的意思 嗯 我们去发面做包子 嗯 不要 这么忙着吃 哈哈哈哈 嗯 等一下过来吃包子啊 现在的房间回家发面去了 嗯 看到奶奶身体挺好的也还好 爷爷还是老样子 院子里面也挺忙的 我们就不在这边呆了 我都差点忘了 这一次来的主要任务就是跟方姐学做包子 学发面 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做包子了 等一下又发面 对 等一下回家发面 如果大家想也想知道 也想学习怎么做包子 关注我们下一期视频哦 下一期见 拜拜 拜拜